米特上将对西点军校学生的警告 战争形态真的变了 我们也有必要听一听 他到底说了什么 观众朋友 网友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田爽 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 被认为是冷战结束以来 对西方国家冲击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 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堪忧 西方情报界预测四天结束战争 打了快三个月了 仍然看不到结束的希望 以美国在伊拉克 阿富汗 叙利亚进行的作战行动相比 俄乌冲突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正规化的战争 俄军在俄乌冲突中的表现 自然会引起美国军方的高度关注 美国最高军事将领 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米利上将 近日在出席西点军校毕业生典礼时发出了警告 做好应对不同于今日战争的战争准备 米利的讲话很长 我们总结出这么几点 第一 美军的技术优势正在上失 米利对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们说 美国在过去七十年里在军事上所享有的任何优势 都将很快消失 事实上美军在战争 太空 网络 海上 空中 当然还有陆地等各个领域都面临着挑战 那么如果仔细分析一下的话 米利所提到的这些挑战 基本上都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而非俄罗斯军队 第二 大国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在增加 美国未做好准备 米利描述了一副因大国意图改变全球秩序 而使得世界变得更加不稳定的严峻图景 这里他暗指的是中国和俄罗斯 米利认为美国不再是不受挑战的全球大国 相反 他正在欧洲受到俄罗斯军事行动的考验 在亚洲则受到中国经济军事急剧增长 以及朝鲜核威胁和导弹威胁的考验 在中东和非洲则受到恐怖分子难以确定的考验 第三 他认为未来战争将更为复杂 不能固守旧武器和旧战法 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看到的情况是 战争变得更为复杂 敌人难以琢磨 城市作战需要更多远程精确武器和新技术 不同的作战阶段 每一种武器发挥的作用也不相同 比如 武军最初几周 更多的是使用毒刺和标枪导弹 现在俄双方最重要的作战样式是火炮对轰 米利认为 未来25到30年内 战争及武器的基本特征将继续改变 美军不能固守陈规旧具和老式的武器装备 需要发展能够阻止或在必要的时候赢得全球冲突的力量和装备 第四 美国的目标是阻止大国之间发生战争 因为其后果太可怕 总体来看 俄乌冲突给美国人也上了一课 虽然这场战事表面上看起来有些过时 但是仍展现了一些亮点 并证明了某些规律和趋势 这是需要人们深入进行研究的 首先 美国人认识到 它无法阻止另一个核大国发起的战争 对俄罗斯如此 对中国也是如此 第二点 战场的形态随着技术的进步一直在改变 在俄乌冲突中 消费级无人机开始大量使用 高超艺术导弹首次投入战场 商业卫星让军队的行动变得透明化 如何夺取智信息权 如何打好舆论战 如何防御反舰导弹 什么是真正的制空权 坦克的地位作用是否在下降 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各国军队认真思考 第三点 如何应对一场全领域的战争 是个新课题 现代战争已不仅仅是地面的作战 空中的作战 俄罗斯应对西方的金融制裁 能源出口制裁 高科技制裁 外交隔壕战等等 都需要观察和总结 俄乌冲突仍在继续 但是给全球带来的战略冲击将持续多年 美日将军站在美国利益的角度 能理性的看待战争形态的变化 这样的对手才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 俗话说 兵无常态 水无常行 战争中变是永恒的和绝对的 不变是暂时和相对的 在战争问题上 唯一不变的规则就是变化 用兵之道 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讲原则 能打赢就是原则 那么如何打赢未来的战争 俄乌冲突给人们提供了一面镜子 需要我们认真分析研究和总结 好 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